今晚热点透视带您来看到 东京奥运在台湾掀起热潮 其中宜兰冬奥车站更因为谐音而爆红 台铁趁势追击 推出了带老爸来冬奥拿金牌的活动 民众只要从冬奥站搭火车 就能获得限量3000份的冬奥纪念车票票卡 月台票卡 虽然一度担心民众群聚暂缓办理 但还是有民众大老远前来 台铁还是以降载的方式 每天限制50人前来拍照 首拿啤酒背景就是宜兰冬奥火车站 适逢冬季奥运到冬奥车站打卡 成为新国民运动 全民奉奥运用一位台铁站牌设计 刚好与羽球男双金牌 其羊配关键最后一球 线上落地的画面 同样是白绿撞色 因此台铁趁势追击 推出父亲节带爸爸来冬奥拿金牌活动 只要是从冬奥站开始搭火车 就有机会拿到限量3000份的纪念月票 电视疫情期间 一天最多开放50人前来拍照 目前来讲我们一样 就是让旅客一样患症进站 我们有人有管制 50位目前以50位优先 然后你要带健保卡或者是身份证 然后我们让他进来到月海上去拍照 台湾建额在冬奥拿下好成绩 民众无法参加奥运 依旧透过趣味方式留下难忘回忆 记者李柯燕一览报导 感谢观看